九百人在等着,大家好,一切正常,我回来了,我昨天三十五点三度,两点半的时候 我在山那里,真的在山那里,不是说笑,我十点左右开始走,走到下午三十五半左右 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太难走昨天的山,不过就很多,整个山我们都霸了,我们几个人 上上下下的地方也挺多,年近七十岁的伯伯竟然毫无困难走完 那难度也算是有点难度,难的也不敢了,我免得有意外 五个小时左右捱着,体能上没什么困难,如果走平路十个小时我都没事 不好意思讲远了,好,今天就要继续去调查这个疫苗通行症本来了 大家比我深水清,我是很深水清的,早几天说了,要做的了 没做,当然不要做了,疫苗儿童通行症,劳宠茂吹的,这些 豪王马,所以今天两个大话题,看看一个个,还是看讲到长不长气 长气就分个两集给你,分两条片,精华给大家,劳宠茂和李家超 很明显的,其实是不咬咬的,现在就劳宠茂和牛宇龙,似乎一派 其他各派呢,袁国勇为首,我猜很少出声,但是梁子超、何柏梁 这些都是赞成復常,但是当然他们都一致说是打针的,最不强调的 竟然是李家超,大家投意一下,他五招里面都没有针针这个东西 当然他会跟基本上说同意打针,打好第三针那些,这些标准东西他有说 但是他没有强调的针针,绝对没有,一定是看了我的视频 聪明了,阿超,今次你省省省省省,快点扔走那个路,扔走这个宠物 或者你跟中联办说,喂,叫北京快点扔走它 你只有一样东西就可以了,阻挡着我们的经济复苏 这些契体是周身不通气的,又没有经济常识,又不懂管理 你看看他在深圳院,在那里扑街,蝕了几亿,又不知谁卖美 是不是?雷人雷物这个人,找错人了,开始不知道是不是他找的 我估计都不一定是,配人给他,很聪明的,现在是共管的 西环那帮人是很聪明的,知道的,这些大家都明白 好了,不要紧要的,如果你做得好,就给你做多两年 我觉得不用做五年了,都未必有机会做五年了 但是你这么小时都,烂鬼寵物,你都不扔他走 那你真的,几个月后到你了,你不扔他走 到你扔你走,你明白吗? 好,这是第二个话题来的,第一个话题呢,昨天呢 第二个话题,第一个话题还是呢,已经回落了9373,很奇怪 过一晚那时候很大气势的嘛,很惊人的,原来还没做到中秋 中秋才是高危,是吧?但是去到一晚呢,你看到大约五六天了 是一天过一天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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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我比那些专家好,对不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直觉上觉得已经到了顶呢?看样子是 这些不用专家推敲,专家都不准 当时梁卓伟说香港200万人第六波,影都没有 我们不如看看图,还有猜猜究竟发生什么事 考虑一下各类的data在脑里面,把它整合一下 那你自然得出个picture,大约是这么多了 现在因为开始,为什么要多一些人呢? 就开始那些打完针没什么效,那些效果已经 当它继续叫你谷,那你谷不谷先,谷四针 又一个月左右没事,接着又要谷第五针 否则又要上去一万,有够就上一万 昨天就死了九个人,还是八个人呢? 我逐个案讲一讲,这八九个人都不要说人该死了 千万不要这么厉害,但是问题是有因素的 跟我们一般的,包括跟我,三十五到几 九月有私利最热的一天走去行山的人 还是很精神,回来还要做片 精力旺盛不能够不做一条片 看见新闻上心 这样的状况,健康还说,你现在我打不打针才可以的 昨天那些行山有打,没有有到打 不过,说起那些打针政策,当然粗口横飞,在山上更加 很明显,这些专家没什么用的,黑鬼 现在一地都眼镜了 因为他在这儿,看见那个疫情升了,什么楼宇龙这些 重贸那些,哎,我表现的时候,就撲出来又要打针了 又要管这样,管那样,那就不知米贵了 现在呢,我都说经济是这样的 就是你赖了,赖了阿超,他都没办法的 赖了阿财婆有些理由,几个月嘛 你弄下那个东西,那一档东西 接着你配那些人给阿超,又是有几条 你不相信,都说打针啊,封关啊,这些东西 又要跟中央,又要跟大陆通关啊 大陆通关又不是你说的事 所以他只是装盘夹春袋而已嘛 阿超真是被迫住,是很惨的,我表示同情 当然啦,你开始见他,有留意一下我说的东西 有些智慧出了,都叫做好一点啦 现在就186宗输入,这个就是何柏林讲的 怎么只有100多宗输入呢,你用了 用了7加4吗,你快点7比0啦 还有咳咳那些什么,要打三針才能入境那些 没人用了,昨天说了啦,七个医生 我又再查一查记录 早一个月左右,10多个医生去这个婚宴 那又中了,全部中了 为什么要强调医生呢,医生是很安全的 天天看着这么多药,你喜欢吃哪一款的 弱的认识又丰富,不丰富就问一下旁边的专家、文专家,最好了 这应该很安全才是,不是啊,在T room那里七个人都中了招 全部都打了三针,不知道打了四针没有,应该还没打 忘了打第四针,快点打,警察打了第四针 呼呼呼呼,谷针,我觉得谷不到的,警察都不肯打才算 那你们俩一样,乙龙那些,收货尾就收工了 昨天也介绍了,昨晚那条片值得大家听的 这里不重复了,新英零雜誌有个巴鲁十 我赞这个LOW,LOW做完这个报道 这个巴鲁十,不能实际,不能不实 这个哈佛大学著名的免疫学者 不现实,不欲,不实际,不现实,不有用 那就叫大家不要再谷针了,靠针的防疫,没意思的了 这个乙龙立刻转,同意的,当然是人家大专家,你这小专家,同意的 不可以无理其境逼针的,无理其境打针不行的 最紧现在打,大家打,打够了他,没了货就可以了 明年终就取消了,其实就是这样的 总之现在打,他的结论是不逻辑的 别人说不要打了,没人用的,他说是的,我同意 所以你懂得看这些,你不要天天看新闻就被他们 被那些新闻误导了你,一般你又知道那些新闻工作者太小心了 不像我那样,他也都不看清楚,你问他就可以了 或者你把资讯放在一起,把资讯放在一起,这些人就自然明白了 我都是想多两想就明白,这样不行的,一般人没那么容易 我就直接告诉你,资讯就是这样,公开资讯来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作的,我读了出来才评论你听的 你可以不同意我分析的,是不是? 可以不同意的,你刘雨龙出来博,喜欢出来博,博一条毛 你根本就不,根本就是,一让我说中了这些 就是想烧了这些货币,是不是? 这样就好了,应该留下第二个话题 大家有没有留意是,讲了几天的,说要儿童疫苗托行症 没有说了夏文,没有说了夏文 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没有声音了,昨天阿超没有说 上个礼拜,你问他童区五,他说,世智下个礼拜公布 等下宠物公布,宠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每天就找些,又不要说人意打鹿 总之找些小粒一点出来,被人骂,读资料,童区等 那你是局长,复位局长,整万宗了,那你不复杂出来讲解? 售资料的吗?唱好香港的吗?唱好防疫的吗? 你不出来做这件事,那你应该是要炒得了,是不是? 是吧?那当然了,昨天的人已经问了,问了阿超 阿超就一翻官腔了,开始认识打官腔了 当然他一直都是官,警察都是官,他认识的,打官腔 我们说话题易分析,不过现在就要吵架这个 而且看到一件事,为什么呢?就是要吵架这个卫生防护中心 这个医生,这个叫徐洛坚,这个是总监,总监要吵架他 他说了一件什么呢?他说昨天收到十四万个查询电话 他说了一件事,你知道你的电话了,现在要踩一下 如果电话不行就踩上门,不要跟他客气,你是纳粹人 他不解释你听,解不定不跟你做 坐在那儿不要走,拍台拍椅就对了 尤其是老爷得高闲,发挥你老爷的优势 我不知道有十几万个电话,是吧?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叫你不要打电话踩上去 你打电话,等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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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二,什么查询 打针就当然先排线,想不打针?你等等吧 才等你几分钟 有个人三言两语就不能回答你,那就算了 是吧?这是这么混蛋的事 你是纳粹人,我们大家,你可以不做事吗? 你有什么制度呢?你这个什么徐乐坚?你回答我 现在是不是一个制度,我中个招,我可以claim 疫苗通行症,就算我早前没有claim 我现在claim,我有权的嘛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当然如下就是技术问题了,你有没有真的中过啊? 你有没有真的报过啊?有没有人上来了备核酸啊? 有的已经肯定是了,是吧?那些你很快啊 开始怀疑人家不是啊,现在说不是啊,你报就行了 好吧,我报,我报假案你可以告我的 你就查一下有没有 现在我想,我问你的科技查不查到 你答不回答我,脱落坚,你答我,科技上查不查到 如果我没有中过,而我说我自己中过,尿过鼻,我报过 那你又不离车,这样来说,我有少少证据证明到我是报过 我现在就说我报过,我要疫苗通行症,我以前不要 就是我的针还有效,现在的针没有效了 我要什么,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二十八天后你中过,再打啦,很安全的,打啦 我就是不想打嘛,混蛋 我不想跟你拗打不打针,好不好啊? 你官方是有个立场的嘛 现在有个医生,是不是啊? 昨天全城控洞,非常惊弱 出了六千张,免疫,出了六千人没事 为什么这么好事呢?真是好事 多两个医生香港有救的,是不是? 当然他那间公司我也不太清楚详情如何 那么多是不是自己人啊,诸如此类的 这个是蔡医生说的,问题是拘捕了他,竟然搜查一下 喂,发六千单?要是两百单而已,一个月就是六千 是不是?很简单啊,两百,看证有没有看到两百个? 会的,几分钟看一个证现在,是不是? 是吧?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看的嘛 就是可以快看的嘛 或者你有纪录的嘛,可能他救病人嘛,诸如此类 假设他有一个程序,他有看过的 他看多少单,他看得快就可以了,是不是? 看一分钟一个,那行不行? 如果他有正式跟随程序,然后certify 不是,他的专业判断你有什么权,怕他犯犯? 虚假文书呢?要证明这个很困难的 就是有人叫我说,我不是不想说 而是我一定要清楚这个案情,是不是? 无论说错误,我们专业,不是害怕,是专业 我说就要中的,如果我说不中呢 你知道很多人想我死的,是不是? 好多的,是不是?但是吹我不忍仗了 因为我三个法律学位之外,我是善于利用这些知识的 好了,我首先问这位医生,他有没有查过,有没有跟程序 例如我正式是查过,以前有些医生不断给药的人吃的 过了,那都是很小事的,现在呢 他certify了他,那六千个人有没有死了? 因为没有打针而病发死了,如果没有 好了,那他有没有跟这个程序做呢? 你不能说,哇,六千人?你certify六千人? 其他医生,六个都没有?那些契弟多而已嘛 政府一直逼那些医生,不能很certify嘛 我们听得太多这些,是不是? 那些人不专业嘛,他不... 其实人家给钱你,光顺你,给信任你 怕什么做呢?你听过,他不是很好,我就certify他了 他已经三高了,就certify他了 那些问题是他自己判断的,说明他听了,是不是? 给数字看了,政府的宣传都说了他听了 他都还是选择的时候,那你是做医生,你没有其他责任 你只是certify他可能不适合,可以不用打了 不是,不是,不是犯法的,打针,不打针犯法的 你们这些契弟说得好像不打针,很大罪恶,很大和外社会而已 这些契弟,肖若元,这些人故意弄出来的一个形象而已 你做医生一定会明白这件事的,所以这位医生是OK的 只要他跟随程序,还有些事情不太跟随,那又怎样呢? 那又怎样呢?香港我切了人的手指那个出来,又弄了针,是不是? 那个疑科医生,多少契弟医生呢?你的医学会又求旧期 现在就因为那个政策,是不是?医学界的利益 大医疗霸权的利益,你就针对这些正义,我认为正义 所以他疑气一些,如果他不疑气跟随程序就行了,是不是? 这个案情未知详细,这么够有时间就一定去查的了 无法说,我当然是祝福好人,如果是好人,一定要祝福他 抗拒这些霸权去夹人打针一定是好人,我觉得是 只是过程里面他有没有情绪不佳呢 被人针对了 如果是也是不幸 好了 sorry 继续说 昨天九单死亡 昨晚说过了 就好像发两个新案就未必有关 总之说到一件够了 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六个没打足针 是不是 三个打足针 昨晚说过了 其实应该有一个是没有打针 总之昨晚给我的印象很清楚就是没有打针才是最安全 因为没人死 打针死人 这个是数字游戏 说清楚 我都不想 我不会好像专家这么黑人针 专门在玩数字游戏 给你一个错误的分析 总之说到不打针就好了嘛 可能也不对 他是这样的 很明显是这样的 是不是 天天被人揭露你之前厚硬在那里 这样堆砌的资料 打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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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堆砌的资料 现在我很客观的 是不是 你的数字 九个 有六个就打针 是不是 应该有一个是没有打针的 其他那些都打针 而三个打齐三针死了 逐单说 七十八岁老公没有打针 本身说有高业压心作病肺病 人制医院有气粗发消肺炎 这个没有说 九月四日来 这个是不是有含氧量一般一直都很差 这个是不是跟有分别啊 不明为什么他拿出来说的 九十老公第二单打了三针 洛津智入院有肺炎 九月五日死亡九十岁 打了三针 是不是 都是一样啦 八十七岁老公本身有血压高 癌症 马加利入院发烧气粗 之后X光肺炎有肺炎 九月五日过了 这个没有说他有没有打针 七十三岁老公本身为院舍院有打了三针 这个打了三针 有糖尿高院压 律端寺入院 X光肺炎有肺炎 九月五日离世 第五个 七十三岁老公本身院舍院有二打了三针 二打了三针 二打了三针 又患有肺炎 發烧 哦入院 九月五日之后 九月五日又死了 九十九岁两针 本身有心臟病 人制医院急性身影院又发烧 咁哩巴一堆 照也救不了啦 也是九月五日倒了 八十八岁老公打两针 就是了 全部都打了全部 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病 拉新的 接下来进院的情况朗瘦挂了 第八個87歲腦翁入院 伊莉莎白素描腦出院 腦出血 5號上午死了 李立業相信個案死因 跟新官無關 無關就連出來 總之你聽不完這堆 我就說你不會記住 你喜歡可以做些研究做些分析 你不會記住這堆數字 但是你就這樣聽一堆這樣的東西 你的大數據就增加了 經驗就增加了 你的經驗在你的腦裡面 是不是? 這裡給了一個什麼畫面呢?一個大約的 就是打針和不打針是沒有分別 打兩針和三針也是沒有分別 只要它是腦有藥 它死亡的機會就一咎藥 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樣的印象? 事實上也是這樣 是不是? 學術分析和你一個印象 或者大數據的印象 只要你不是有偏見 你客觀去分析 客觀去看一件事情 你自然感覺到咦? 一揚了 怎麼整個都叫人打呢? 說到不打針又會傳染別人 又會很危險 現在不是危險嗎?一揚了 現在打了針又會怎麼樣呢? 一向在這裡宣傳說打了針又重病 機會少啊 死少很多啊 現在死了這麼多個 九個死了六個 九個六個就打了十個針 兩針到三針 你為什麼要解釋呢? 接著七個醫生在這麼安全的環境裡面工作 有了一切最好的醫療在旁邊 照樣重招 但是他們是不是很死?他們因為打了針 你就知道 現在說早了一點 但是他們不是老弱相殘嘛 不是這堆的 是不是? 如果是年輕人 我管你有打針沒打針 何柏柏亮都說過了 高本欣也說了 陳德光也說了 社民是不是? 專家來的全部都 根本就很輕微 中的機會很微 有一個思考症 心機嫌又被人放大了 被那些谷針派放大了 每天出來 輪著分機有專家出來說妥感的 就嚇了很多人去打針了 但是現在都開始醒了 這幾天 不醒了與你無關的事 我醜人都做了 我無謂制險被人告的很恐險 我照樣說 我都是分析給你聽 有哪件事我是無根無據的 亂說的 我作出來的 亂污衊的那些專家 這些這些混蛋 我是很鄙視他們 行不行?我衷而鄙視他們 你不要管 你喜歡崇拜他 我喜歡吵架他 吹什麼? 是吧? 但問題是沒有分別嘛 那你再在搞 搞到我們的經濟摸牌 我們每個人不高興 每個人不高興 除了消毒源之外沒有人高興 行不行? 沒有效 沒有人高興 沒有效的事總是臨到尾 大家做好保護自己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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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標準語言 你的醫生其實你問 這些 衛生服服務中心這個 我繼續說完 那麼我問你 昨天收到很多查詢和轉馬 紅馬轉黃馬 他叫人打去資訊版 資訊電訊版 唉 比奧藍啊 你說這些這樣 我言论你还没搞定的 APP还没搞定 很多Bug在这里 黄马鸿嘛 黄马鸿嘛 又说了 徐乐坚说调低约五岁呢 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总之他说不再处理的了 有些早了三个四个月的 我说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打针 他们都没有中过 我想如果我中 我觉得是 都会去中心医医 医医 医医 医医核酸 叫做有个纪录 跟着又给个纪录 我的纪录就有了 有了就当然不肯打了 很简单的 这件事应该有纪录来计 没有纪录的你都没有报过 那你没得说了 有纪录有报过 当日没拿到你那张尺 现在拿回不肯 我不理了 我不理了 我不做了 那你出不出粮啊 我没有人 没有人怎样呢 没有人我就排队在门口 一定要你做 没得说没有人的 你不懂得OT的吗 你不懂请人做的吗 请人检测啊 罚宣那些 那么多人 帮人打针 那么多人 我说我打完针的 我病过有张尺 我不用 拿你那些 又不用再打针 没有啊 这样就没有啊 叫人打针啊 你随便你病过之后28天再打针吧 这是徐洛堅说的 我想问徐洛堅上次打针什么时候 28天救了吗 救了吗 再抓他去打 每28天抓他去打针就对了 没事的了嘛 你病过或者打过针就打得了嘛 所有消灭员都是 逢28日就抓去打 刘雨龙全部出去捕 看看他死不死我心 死了一定的 他好知啊 这些 这些人就不捱得很久了 这些罪业 我们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领过这次以后 对这些所谓医学的人 这些专家充满怀疑都对了 好